11月28号至12月2号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 先后来到金融机构、科技创新园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等进行调研 28号下午,习近平一下列车就前往上海期货交易所考察 他结合电子屏幕和重要上市品种交割品展示 听取交易所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等情况介绍 了解交易所日常资金管理和交割结算等事项 习近平强调,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目标正确、步伐稳健、前景光明 上海期货交易所要加快建成世界一流交易所 为探索中国特色期货监管制度和业务模式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做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随后乘车来到浦东新区张江科学城参观上海科技创新成果展 他结合视频短片了解上海市科技创新整体情况 走进展厅详细查看基础研究、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展示 习近平指出,推进中国是现代化、离不开科技、教育、人才的战略支撑 上海在这方面要当好龙头 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 习近平同科研人员代表亲切交流 他指出,要着力造就大批胸怀使命感的尖端人才 为他们发挥聪明才智 创造良好条件 近年来,上海市加快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 为许多来户新市民、青年人和一线务工人员提供了住房保障 29号下午,习近平到敏航区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考察 听了当地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筹措建设力度 构建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的情况介绍 习近平给予充分肯定 他先后走进社区住宅型、宿舍型、出租房源、租户的住房 和公共厨房、公共洗衣房等共享空间 仔细了解在此居住的城市一线工作者的生活状况 这就可以安稳下来了吧 是的,教格很低、很方便 你们也是上海的建设者、贡献者 所以上海也要关心你们 总书记无微不至的殷切关怀 让在场所有人感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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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时 社区居民纷纷围拥过来 欢送总书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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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